Hello,大家好,我今天呢要来教大家一些internet slang,就是在网路上用的这些泰文字嘛 然后呢,今天我要教的都是自己写的,然后我会帮你们打字,如果看不清楚的话,因为我知道是我自己的字没有特别漂亮 好,我们来看吧,如果有谁是平常最近开始学泰文,然后会看到这些在脸书啊,或者在网路上之类的 特别是在潘提,如果你们知道的话,就是一个泰国蛮有名的一个blog,可以自己写什么主题,然后跟大家一起讨论这样子,或者问问题,会有很多人去回答 好,第一个字呢,是托龙,托这个字就是托,英文的那种旅游团的那种嘛,然后龙就下来 托龙是什么意思,托龙这个字是在形容一个情况,是比如说有一个人他在网路上po什么东西 有可能会让人很不舒服,或者一个很sensitive,很敏感的一个主题 很多人就会去骂他,或者会去就是讲脏话什么之类的,或者会去report他那种感觉的 叫托龙,意思是很多人一定会就是一起来攻击你就对了 这个托龙是比较在说,你这样讲,或者你这样泼照片,或者你这样写在网路上 你要小心哦,有可能会被托龙,DON托龙,这样子,OK吗? 然后,拉麦摸,拉型的就是那种狩猎,平常用在动物啦,拉撒,这样子,对吗? 做hunt,英文的hunt,然后麦摸这个字呢,其实就是英文的witch,就是那种女巫 其实这个字呢,它的意思就是witchhunting,呃,这个其实也是从以前的那种 什么法国或者什么欧美的那种以前,他们有一段时间嘛,在历史上是有那种witchhunting 就是每个人都在,呃,简来简去是,我觉得你是女巫女,我觉得你是她是什么之类的 拉麦摸就是,如果我们觉得是谁做什么错,很多人就会一直去找他 比如说他住在哪里,他是谁,他的脸书是什么,然后会把这些他的,就是那些personal information 他这些的东西,泼在网路上,叫拉麦摸,有可能已经找到他在哪里工作 就会去他的,呃,工作的地方,或者地方,或者那个,他上班的地方去找他 或者去做什么东类的,就是叫拉麦摸,平常呢,就会用在,比如说有一些 一些人是做一个很夸张的东西,比如说,呃,一个女生去抢一个 已经,已经有小朋友了,然后一个很好的家庭,然后,这个女生就很喜欢 那个男生,然后去抢他的老公之类的,很多人就去拉麦摸,一直去找这个女生是谁 然后就把他,他所有的information,泼在网路上,就很多人可以一起去骂他 这样子,这个叫拉麦摸,就是用在有一些人是做很多人做不好的东西 或者有时候就是想法不一样啊,或者,呃,做什么让很多人不舒服 这样子,就会有人去找你是谁,挖你出来,是你本人的名字是谁,你住在哪里之类的 然后,麦drama,其实这个也是从英文来的,麦就是不嘛,no,drama是英文的drama 这样子,就是,no drama,就是不要,不要吵,不要闹,这样子 我知道我在讲这句话呢,其实是很敏感,很sensitive吧,但是我不想跟你们讨论 所以,no drama,这样子,就这样有嘛,麦drama,跟英文一样 然后这个呢,wap,或者link,其实都是从英文来的字 wap,就是wap这个字嘛,然后link,就是这个字 其实呢,真正的英文应该就要用link,就是往那个什么website,internet,link什么之类的嘛 如果有人说,你可不可以给我那个连结,就是这个字嘛,link 但是呢,现在泰国人平常会用wap,其实wap从哪里来的 平常wap这个字其实是用在physics的那种,就是在讲什么space and time那种 是用在time machine,你可以直接从一个点,直接到另外一个点 那种physics space上,它叫wap,space and time,waping,这样子嘛 所以泰国人就是用wap这个来说连结,你从这个网站可以直接到另外一个网站,这样子 或者,有个人说,你有看到这个新闻吗? 然后我可以说,送wap吗呢?你给我连结的意思 然后这个呢,wap,fak,lan,平常呢,蛮常看到是在instagram wap就是,不要吗?别,这样子 然后fak就是,放在一个地方嘛,ran,就是点 呃,如果你有用instagram的话,会知道,特别是明星这些的很多人follow 很多人在追踪它的话,你就会看得到,他们的那个写comment的地方 有一些人会卖东西,比如说卖包包,卖什么衣服,什么之类的 然后,有一些人就不喜欢嘛 因为我个人的instagram,我要post你的照片啊,我要给 喜欢我的人看,但是你们这些是不是喜欢我也不知道 就是,因为我的page有很多人 在看,你们就是来卖一些东西在comment上面,这样子 有些人不喜欢,所以他就会写wap,fak,lan,不要把你的店 贴在这里,就是不要在这里卖东西就对了 这个是我的fakran的意思 然后这个呢,zal hong kratu zal hong kratu,其实zal hong就是owner嘛,主人 kratu就是一个主题 然后有时候在网路上就会写zal hong kato,zal hong kratu 就是主题的主人,意思是什么? 就是写那个主题的人 叫zal hong kratu,或者问那个问题的人 叫zal hong kratu,ok吗? 然后,kho hong,是一个电导 kho hong kwa mhen ti,什么什么,neng song sam 就是,第几个comment 你是回答的第几个人,ti neng,ti song,ti sam 这样很多人如果要回那个人的话就比较容易嘛 我要回这个第三个,kwam hong ti sam 我要回kwam hong ti neng,之类的,ok吗?kho hong 然后这个,kho hong so to 从kwam hong suan to来的,kwam hong就是看法 因为hong其实呢,它是khan嘛 它是动词,然后它有很kwam,它在前面 会把动词改成名词 从khan hong,改成kwam hong,khan hong kho hong suan to,kho hong suan to 所以kho hong suan to,kho hong suan to 就是个人的看法 平常在讲一个,一个东西 然后我说我不想跟你们吵 这个就是我个人的看法 所以你们不用来管我 我觉得这个人就不漂亮啊 我可以说一点都不漂亮 哦,你的这个照片很丑 那给妈没所谓 kho hong suan to,kho hong suan to 所以不要跟我吵 平常是这样用的 好啦,这些就是如果你有兴趣 也可以就是开始看一些 现在泰国人的网路上 会用这些东西的 蛮蛮常看到的 特别是瓦林之类的 最近就是tualong 或者辣妹蛮常看到的 因为最近有很多新闻 就是有可能跟就是政府啊 politics有关系的很多人 有可能想法不一样 就会把那些有可能骂你不喜欢的 不喜欢的党或者骂你不喜欢的人 之类的很多人 他就会觉得很不开心 为什么要来骂我喜欢的党 或者骂我喜欢的歌手 什么之类的 就会有人一些去辣妹或是找 这个人到底是谁 为什么很很敢来骂我喜欢的 谁谁谁谁之类的 ok吗?好啦,今天就这样子咯 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video 好啦,拜拜,谢谢大家